我是公司的销售总监,跟公司七年了,现在和老板意见不合怎么办? 这个意见不合很正常,就是越优秀的人意见越不合。 这个很正常,这个我们要理解就好了。 这是第一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,你看看我们的意见不合是哪个层面的事? 我不是说有三个层面的事吗? 第一,认知论,认知层面的,中间是价值观层面,顶层方法论层面的。 只要是应用层面上观点不一样,这个可以理解。 那你就听老板了就行了,胳膊扭不过大腿。 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点呢,就是如果你和老板的价值观不一致,那你要分析什么原因? 我们这所有的价值观不一致,其实就一个事。 所谓的价值观不一致,各位我问你们一句话你就知道。 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个人的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,仅此而已。 所谓的我们瞧不起的人,蜀目寸光的人,他更看重的是眼前利益。 所谓的看重的是有智慧,有人品的人,他本质上是选择的未来的利益。 甚至他把利益留给了他的后代,甚至把利益留给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。 所以我就把它简化到,我们不从道德上来判断,我们从价值观选择来判断。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判断选择,就是一个如何判断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,做舍取而已。 好吧,结果我们先把这个事看好。 然后呢,我们太多的草根,更容易看重的眼前利益。 你可以发现,农民工,他一般工资是一天一节,员工是一个月一节,高管是一年一节,老板是十年一个周期。 有太多的大家,他就是这辈子看不出来,下辈子才能看出来。 员工和老板关键不一致,意见不一致的时候,如果是你作为总监,那你要分析,是价值观不一致是哪方面的事? 是你看中的长远的利益,还是他看中长远的利益? 我想告诉你们,通常我们经理人,就是我们打工的,通常看重眼前利益,老板其实更看重未来利益。 好吧,所以这个你们把他思考,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做反思。 如果老板不是东西,比如偷奸耍华,只想挣钱,员工还想做长久的事,这个概率很低,但是我不想说绝对的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是可以离开的。 就是这个,这个意见不一致,你先分析哪个层面的事。 如果是价值观不合,你先分析谁对谁错。 如果是老板错,你可以离开。 如果是你错,建议改,我就聊到这点,这点我就不聊了。 然后谈工作中有人告黑状怎么办? 如果有人告黑状,很简单一个事,就是你继续做你自己的事,继续做好。 你像没发生一样继续做。 就不要太计较。 其实我就想说一个事,我以前给你们讲过,就是杨元庆很早的时候,给那个刘川智打工的时候,杨元庆是非常优秀的。 但是那帮老臣工程是瞧不起的,因为特别是你会发现,老臣工程最瞧不起的就是非常突然很优秀的人。 所以青年才俊后期之秀,这所有人都搞你,都打你,这个你没办法。 因为你的成长是侵害了别人的利益,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? 你在任何单位,只要是优秀的人,你一定侵害了现有的利益集团,别人一定搞你。 这个没有办法,所以我想你永远要知道,叫一将功名万古枯,任何一个将军是一万个士兵的生命换来的。 我们其实也一样的,我们的成长,你会发现,你成长起来了,你会让很多人的利益受损,这个没有办法。 好吧,这就是优胜劣汰,你不得不这样,因为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任。 每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负责任,对自己的成长,自己的未来都不负责任,这人根本上谈不上是人。 人的基因本身就是自私自利嘛,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? 就杨艾青别人就搞他,杨艾青搞他怎么办?他就很委屈啊,他就给刘传志说,刘总我这么优秀,做这么多事,怎么背后还有人搞我呢? 刘传志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,他说你在鸡群里,你千万不要指望,你成为火鸡就能赢得鸡们的尊重。 你必须在鸡群里成为鸵鸟,才能赢得鸡群们的尊重。 所以我想说,我们在鸡场里被挤兑,被搞,被打压,甚至有时候被穿小鞋,有时候被折腾,你都要知道怎么回事。 就是不一定跳出鸡群,在鸡场上不能乱跳,成长是可以远离鸡群,在鸡场上你没办法,你没法选择。 所以我想说,面对这样的问题,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成长,成长,你高到一定程度就没事了,就仅此而已。